我们刚才第一堂我们已经对完全的堕落有一个简单的简介, 所以这一堂我们要更深入地明白,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堕落在平凡的罪人身上有什么真实的后果, 所以这个堕落怎样让人丧失能够选择福音的能力, 所以我们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很清楚这个第一个要义, 因为你知道这个佳尔文其他的四点是跟着这个第一点, 所以这个其他四个要义是这个第一个要义的推论。 我曾经跟很多人分享过这个完全堕落的概念。 所以每次我们跟人提到这个完全堕落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被带入自由意志的辩论。 所以每次我们讲到预定论还有检选论的时候,人一定会问,那我们的自由意志呢? 你如果要有答案,你就非常要清楚地掌握这个完全堕落的概念。 所以在历史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争论还有争议是涉及原罪感染我们到什么程度。 所以如果你知道那个程度到哪里,你就会能够解答自由意志的问题。 所以通常有关自由意志的争论涉及两个不同的框架。 所以一方面,人的自由这个议题总是离不开人类的自由与上帝的主权之间的挣扎, 以及我们作为有意志的受造物有责任和权利来行使。 所以我们都想知道,如果神是在一切的事上都有主权,那那个主权也包括我们向神回应的这个责任吗? 但我们在我们堕落的能力范围里面,真的能够回应神吗? 那如果不能,那很多人就会想,为什么上帝还定我们的罪呢? 所以这个是讨论人类的自由意志的一方面的议题。 那另外一个讨论自由意志的框架就是涉及到堕落原罪,还有人的自由能力之间的关系。 所以人就会问,因着人的堕落,因着我们里面所继承的原罪,我们到底还有多少的自由能力才存在? 我们还能够选择吗? 如果我们还可以选择,我们可以选择什么? 所以这就是议题有关人类自由意志议题的两个框架。 如果我们明白完全堕落,我们就能够解答这些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我要向各位读一个告白总结,是在魏斯敏特信条中有关人类自由意志的争论他的告白。 我鼓励大家去读这个告白。 这个告白是在17世纪为英国教会声明的一个信仰告白。 所以这个魏斯敏特信条他这么说, 人因着堕落到有罪的状态中,在意志上已经完全失去了向善的能力, 无法选择属灵并且会带来救赎的善事。 所以一个属血气的人是完全与善被离,又死在罪中, 就不能凭自己的能力去转变自己,或让自己预备好被转变。 所以这个告白指向了完全堕落的彻底性。 所以他强调,人的自由因着堕落已经在某方面彻底或是完全地丧失了。 但是人并不是完全失去他选择还有决定的功能。 因为我们每天都还在做决定。 我们每天都在决定我们要去哪里吃什么,做什么,不做什么。 但是人已经完全丧失他做某些事的道德能力。 specifically, 人已经失去能力来改变自己,或使自己立志行任何属灵的善。 所以我们讲到完全堕落,这个就是关键点。 这个就引导我们去到道德无能的教义。 所以这个道德无能是一个我们非常需要明白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到圣奥古斯丁,因为加尔文非常受他影响。 所以当奥古斯丁他读圣经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信念就是继承的败坏。 所以他的反对者就是伯拉丘。 但是伯拉丘跟奥古斯丁有冲突,因为伯拉丘认为亚当的堕落只有影响亚当本人。 但是这个亚当的堕落跟后代并没有任何的关系。 而伯拉丘说,亚当的后裔只是因为模仿而犯罪,并不是因为某些被传下来的堕落人类体制。 比如说你的孩子说谎,因为他模仿你,因为你也说谎,所以他也说谎。 你的孩子说粗话,因为他的同学和朋友们都说粗话,所以他只是模仿他们。 所以伯拉丘他相信这个。 而就是罪来自模仿而不是被继承的。 所以当教会反对伯拉丘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就有一个比较温和的立场,就是半伯拉丘主义。 所以刚才我已经解释了。 所以伯拉丘主义说的确有堕落。 所以全人类都被亚当的罪影响,然后我们生来都有一个败坏的本性。 但是伯拉丘主义者他们说,虽然人败坏,但人性当中仍然保有一小块的义,就像一座小岛一样。 也就是说,仍然有残留的一小部分最初的义。 所以虽然人是堕落的,他需要神的恩典来帮助他,但是受造之物的意志里面,仍然有能力可以选择他可以跟神的恩典合作。 还是拒绝神的恩典。 所以这个就是人堕落的思想。 所以对伯拉丘主义者来说,人之所以会接受还是不接受神的救恩,完全在于人的决定。 所以人的决定很重要,也就是那残留在堕落之人的意志当中还是有能力的。 所以伯拉丘说,人不需要神的恩典也可以过完美的生活。 所以他说,恩典能够帮助人得救,但是恩典不是必要的。 所以伯拉丘说,人是可以达到完美,并且有些人没有神的帮助,他们也达到完美。 那个是伯拉丘的立场。 但是我们来到这个历史的焦点,我们知道伯拉丘的立场为什么不能持守。 但是这个伯拉丘主义的立场是比较适中的。 所以伯拉丘主义者他们跟伯拉丘派的不同就是,伯拉丘派他们认为恩典是必要的,绝对必要的。 所以如果任何人要得救,恩典是先决的条件。 所以伯拉丘派他们认为,你没有恩典不能得救。 但是你不单只是需要恩典。 你需要恩典再加上其他的东西。 所以他们说,必要有恩典加上人的意志,人才能够向神的救恩有所反应。 但是这个跟改革中他们五大唯独的信念很不同。 哪一个唯独呢? Solar Gratia, what is that? Solar Gratia 是什么呢? That is grace alone. 唯独恩典。 And grace alone, in fact, I would say Saint Augustine was one of the principal architects of the idea of Solar Gratia. 所以其中一个提出唯独恩典主义的主要人物就是奥古斯丁。 He already had that idea there in his writings. The 16th century reformers merely adopt his idea. 所以奥古斯丁在他的著作里面已经有这个唯独恩典的概念。 那是改革家只是引用了奥古斯丁的他的概念。 所以奥古斯丁说,人的堕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罪恶的人心中的诠释也非常强大。 因此,唯独只有上帝能借着他的恩典, 来改变人灵魂的性情,使人信靠神。 所以是改变人的恩典先呢? 还是人的信心先呢? 当然是恩典先。 所以你必须先重生才能够应用你的信心。 这是很有逻辑性的,但是人很难接受。 所以当我们讲到唯独恩典,那个就是我们的意思。 所以当我们讲到唯独恩典,那个就是我们的意思。 所以这个议题就在于,堕落的人是否有完整的能力,完整的道德功能, 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选择接受上帝所提供的帮助。 还是说,人必须要先经历神在人灵魂中所做的重生之功, 堕落的人才会有道德功能去接受福音。 所以改革家是接受后者的立场。 这个也是他们的完全堕落的概念。 所以刚才我们谈到被继承的败坏。 现在我们要谈到神的主动。 所以奥古斯丁说,一个人之所以能够信靠耶稣, 是因为上帝单方面独自独立地凭着至高的主权, 改变了这个罪人的灵魂。 所以我们要注意那个字眼,单方面独自独立。 所以是神单方面的作为。 所以上帝释放的人从人被捆绑的状态, 因为人本来就是死在过犯罪当中。 所以在临死的状态当中, 罪人没有道德的能力可以使自己复活。 所以神必须要介入, 然后将新的属灵生命和力量吹进这个人的灵魂里面。 然后这个人才能够在灵里苏醒, 然后向神有反应。 这个就如主耶稣向死去了拉撒路说, 拉撒路,出来! 然后拉撒路就得到生命的气息, 就可以向神回应走出来。 所以同样的,神也要使自然人从临死的状态苏醒过来, 并在这个人心中产生信心, 这个人才可以有能力去信靠基督。 所以那些来信主还有选择耶稣的人, 的确他们是甘心乐意地信靠耶稣, 但是这些都要先等到上帝至高的恩典做成祂的工作, 使人的灵魂从死里复活之后才会发生的事。 所以我们将这个称为神恩独坐的重生或是再生, 表示这个是上帝独自完成的工作。 因为我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来赚取重生, 也无法使自己配得重生或是促使自己重生。 因此在重生这件事情上,我必须完全并且唯独仰赖神的恩典。 所以以防你认为这个是圣奥古士兵还是改革家自己所发明的, 我一定要把你们指向圣经。 约翰福音第六章 这里耶稣说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 第六十三节 所以第六十三节 六章六十三节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异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 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 所以一直到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的预知能力。 耶稣知道谁会信,谁不会信。 但是从这里耶稣继续说到人没有能力选择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们人都需要神的介入。 所以第六十五节耶稣又说, 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奉我父的恩赐, 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所以这里耶稣说到,如果有人要重生,需要天父的介入。 所以这个经文有几个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一,主耶稣亲自说,肉体是无异的。 所以我们的堕落告诉我们,我们是在肉体里面生出来的。 所以我们看回去前几章,在约翰福音第三章, 耶稣跟尼克迪姆说,人要重生,需要什么? 约翰福音第三章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从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在肉身和圣灵之间做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然后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在基督之前,我们其实是活在肉体的状态。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祂叫你们活过来。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 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所以这里,圣经提到我们在重生之前,我们属灵的状态如何。 这里讲到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 然后这里也说,我们其实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撒旦。 同时我们也放纵肉体的私欲。 这个就是我们灵力的状态。 那我们还可以信靠这个肉体吗? 因为在肉体,我们是在罪中死了,我们不是一半死一半活,我们是在罪里面死了。 所以在这个肉体,我们也是随着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你里面还会有那么一点的意志,要来转向神,跟从神吗? 所以我们在那个自然的状态,就是圣经所说的sas,就是肉体,我们能够选择来到神面前吗? 我们能够做出那个对的,那个蒙恩的选择来转向福音吗? 那个从肉体出来的可以有任何的善吗? 不但不能,而且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那里告诉我们,情欲和圣灵相争。 所以情欲跟圣灵是彼此相比的。 所以就算我们已经经历了圣灵的重生,这个肉体的情欲也没有完全被消灭,所以会有持续的挣扎。 但是在圣灵改变你的生命之前,你是完全属于肉体的。 这个也就是耶稣要跟尼哥迪姆说的。 所以肉体绝对是无意的。 所以当我们讲无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 所以这个无不代表有一点点什么。 所以当马丁路德在写他的书抑制捆绑的时候,他很坚持也很坚定。 所以在马丁路德的时代,他也面对一个对手,就是叫做伊拉斯莫。 我教各位读有关伊拉斯莫的背景。 伊拉斯莫原本也是改革家之一,也是马丁路德的盟友,但是他最后妥协了。 他最后选择不离开罗马天主教。 但是更叫人失望的是,伊拉斯莫对人的堕落持有不同的教义观点。 所以对伊拉斯莫来说,肉体是有益的。 所以他是一个人本主义者,他相信神人合作论。 所以他相信救恩就是神的恩典跟人的自由两者的合作。 但是路德认为无就是无。 所以路德很坚定地认为,当耶稣说肉体是无益的,这并不代表肉体在某方面还是有益处的。 所以耶稣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没有人。 所以没有人代表全称否定命题。 所以他用否定的方式来讲述所有的人。 它指的是全人类,没有任何人。 没有例外。 然后重点是,没有人能。 所以能就代表人的能力或力量。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决定还是一个选择。 这不是涉及到人选择要还是不要,但是没有人能。 这个不是奥古斯丁路德还是加尔文说的,是基督本身说的,没有人能到基督面前。 另外一个引起我们的注意力的是什么?耶稣说什么? No one can come to me. What's the next word? Unless 若不是。 Unless this word. Unless the father has enabled them. 除非 或者是圣经说,若不是我父的恩赐。 So you saw that necessary condition imposed here?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必要的条件。 No one can do it. No one qualifies. No one fits the bill. 所以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办得到,没有人有资格,没有人可以符合那个要求。 Unless 除非。 我的天父加给人能力。 如果你看前面几个经文,你会看到,除非天父把人引到他面前。 所以这个意思是神把人吸引来到他面前。 所以是一个很积极的脆弊的字眼。 所以这个观念就是神一定要介入。 神一定要做些事。 所以神一定要给人能力,一定要催避那个人来。 不然没有人能够来到他面前。 所以如果你对神的主权有所挣扎,你认为神不公平,神很严厉, 神似乎没有给人选择福音的选择权。 然后这个加尔文五大要义就是讲,神在人的救恩上是全然介入的。 那我们的选择是吗? 我们没有机会可以选择。 是这样吗? 我要给你们那个答案。 第一,神的确有给人选择神的机会,但是没有一个人选择神。 没有一个在肉体出生的人选择上帝。 所以这个就是《罗马书》第三章11节说没有人明白。 没有人寻求神。 所以在堕落的人类当中没有一个是寻求神的。 的确有人寻求宗教。 寻求道德。 寻求有关神一些深奥的知识。 寻求平安、开心。 有些好像是寻求神,但是是寻求神能够给他们的事物。 但是我们要注意那个强调,没有一个人寻求又真又活的神。 没有一个人寻求圣经里面的神。 因为在完全堕落的状态下,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来寻求神。 为什么没有能力呢? 因为他们不明白。 所以没有一个人认识神。 所以在我们堕落的状态,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认识神还有寻求神。 那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疑惑。 那是什么问题呢? 那个问题就出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 所以我每次传福音的时候,我一定会引述这个经文,因为这个就是定我们罪的经文。 所以我们这里读到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所以好像有一个不一致的地方在这里。 因为一方面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假设,这个意思就是,神是可以被明白的。 所以藉着在宇宙所有的被造物,其实人是可以明白神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人类的构造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明白神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是多么精美地被创造,我们看到我们人有那个道德,我们没有借口说我们不能认识神。 所以甚至人堕落的意念也可以明白和认识神。 所以我们才有罪。 所以我要问,你能够认识神吗? 你的堕落的意念可以认识神吗? 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神是可以被认识的。 但是过几章,就是你去到罗马书第三章的时候, 突然间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人明白。 完全堕落的教义,我们是没有能力选择神的。 因为我们的心思是堕落的。 我们的心也是堕落的。 所以没有人可以明白。 没有人寻求神。 所以你可以感应到有一个矛盾,有一个不一致。 在同一本书,同样的作者保罗, 你看到有一个很明显的不一致。 所以圣经是不是在说两种话? 我也可以很坦白告诉你, 这个就是我在完全堕落的教义上也有的挣扎。 所以我不是盲目地接受这个加尔文五大要理。 因为这个教义首先是反直觉的。 所以当我把这个教义教导你们的时候,我也要确保圣经是连贯有条理的。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好像有点矛盾的信息。 我要问你,我们到底是可以还是能够还是不能够认识神? 能或是不能? 有些人点头,但是圣经又说没有人明白。 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神是可以被明白的, 那我们就有罪了。 但是如果我们完全没有能力认识神, 那我们怎么可以被算为有罪呢? 所以如果我们完全没有能力认识神, 上帝为什么责怪我们呢? 所以当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神是可以被知道的, 然后人没有借口。 他要告诉我们的是,有关神的知识已经很明显地向所有人显明了。 那个并不是隐藏起来或是模糊的。 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认识神, 因为人有自然的能力来认识神。 所以人类有自然的智力意识或是理解力来认识神, 还有神基本的属性。 而然而人阻挡有关神的真理。 所以人任意地拒绝那个有关神的真理。 为什么呢? 因为人在道德已经失败了,已经败坏了。 Now listen to what I'm saying. They morally rejected the God of the Bible. 所以人是在道德方面拒绝了圣经里面的神。 所以当圣经在罗马书第三章又说到另一方面, 没有一个人明白神。 然后人没有能力认识神, 这个圣经是什么意思呢? 圣经的意思不是讲到人本性的无能。 但是圣经是讲到人没有道德的能力来认识神。 因为人的道德是败坏的, 所以人没有办法领会在圣经里那位全然圣洁, 完全有主权又全知的神。 他并不是因为他在他的智力方面有问题, 所以他不能认识神, 但是他的心是拒绝认识神。 因为他的罪跟他的肉体, 他不愿意降服于这位神。 反而他会按着他的口味需要和文化制造还有敬拜他自己的神。 所以当我们讲到完全的堕落, 当主耶稣说没有一个人能来到神面前, 那种的无能不是一个智力的无能。 也不是一个感知的无能。 但是是一个道德的无能。 所以如果那个是一个自然的无能, 如果我们被创造是有一个动物的心思, 那我们就没有罪。 因为一个动物的心思是没有办法认识神还有敬拜神。 所以如果你被创造是有一个动物的心思, 那你就是没有罪的。 但是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有自然的无能。 也不是我们的智力还是我们的理性感官有问题。 那我们有一个道德的问题。 我不要这个神,我不要承认这个神。 然后你阻挡这个神,我不要承认这个神。 然后你阻挡这个神, 我不要承认这个神。 然后你阻挡这个神, 我不要承认这个神, 然后你阻挡这个神, 你阻挡那个真理, 你说没有一个创造主, 一切都是大爆炸而来的等等。 然后如果是这样,神说你是有罪的。 因为主耶稣说,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鱼丸人心里说没有神。 所以当圣经说鱼丸, 这不是在讲一个傻瓜。 但圣经指的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 那个阻挡神的真理的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当耶稣说没有人能, 那为什么不能? 是因为我们狠狠, 我们狠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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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在理性上, 我们是比较缺乏智慧的吗? 我们有动物的思想吗? 不是,我们是有智慧的。 我们能够感应到神的存在。 你看到宇宙, 你知道有一个创造主。 但是你转离这个神, 你自己发明自己的哲学,自己的理念。 这个就是罗马书他在讲的。 这个是非常奇妙的启示。 所以当你讲到完全的堕落, 这方面你要弄清楚。 因为很多人会问, 如果我们完全没有能力认识神, 为什么上帝要定我们的罪?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本性的无能, 是我们道德的无能。 所以最后我要讲到, 我们身为堕落的人, 我们的自由意志。 很多人会问, 堕落的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 所以我们每次讲到五大要义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涉及到自由意志的议题。 所以按着改革宗的神学, 人被创造的时候, 我们是被赐予自由意志的。 但是人的堕落彻底地改变了人类意志的属性。 所以按着完全的堕落的教义, 我们每个人都继承了这个堕落的意志。 所以堕落的意志,我们严格来说, 并不是完全的自由。 但是那个堕落的意志, 是在罪的影响和主宰之下运行的。 你还是可以选择, 但是你没有能力来到耶稣面前。 你不能有能力选择属灵的善, 因为你是被这个道德的恶所挟制。 所以当我们讲到自由意志, 我们一定要明白自由是什么意思。 我们还是可以做出选择, 但是我们的选择都是按着我们自己的欲望。 所以那个就是自由的本质, 就是能够照着自己的欲望和喜好来做选择。 但是人堕落之后,我们的欲望变成什么呢? 我们的欲望变成败坏, 变成不敬虔, 变成毫无真理。 所以我们是乐意地将自己交给我们那个败坏, 不敬虔还有无真理的欲望。 我们甚至可以立志要行善。 我们甚至可以立志在人看来很无私、很仁慈。 我们可以立志成为最有责任的父亲或是母亲, 我们可以立志成为最孝顺的儿子, 或是公司里面最殷勤的员工, 最有同情心的慈善者。 但是不管怎样, 我们可以立志行这一切的善, 但是这一切跟荣耀神一点关系也没有。 这些跟我们对神的感恩一点关系也没有。 所以一方面来讲,我们还是能够做自己要做的自由人。 但是这个不是新约所讲到的自由。 这个没有讲到我们在道德方面被捆绑的问题。 所以原罪使我们变成在道德无能, 所以我们就变成我们自己私欲的奴仆。 因此我们的本性并不可目基督或是属上帝的事。 所以若留在我们自然的状态,我们会自由地拒绝神。 因为我们只选择我们自己想要的,但我们不想要上帝。 除非上帝改变我们心中的渴望。 所以我们的无能并不是本性自然的无能,而是道德的无能。 因为我们道德上是无能的,所以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来选择神的善。 所以我们要喜爱神的善,我们需要被改变。 神一定要介入,在祂的恩典里面介入。 所以神一定要救我们从灵死还有灵被捆绑的状态。 所以神一定要给我们信心的恩典,使我们在心思和灵魂经历属灵的复活。 所以这个就是加尔文五大要义的第一点。 完全的堕落。 所以完全堕落指的是,我们败坏的程度非常严重。 以至于我们灵魂的深处,没有任何一个部分是没有被败坏所捆绑的。 直到我们被灵而重生,我们只是肉体。 所以如果我们要信靠神,唯一的方法就是神借着祂的恩典,也唯独借着神的恩典释放我们, 使我们借着圣灵创造的大能可以重生。 我还没有结束之前,我要对这个完全堕落的教义做一个非常快还有重要的澄清。 因为每次我们谈到完全堕落的时候,人就误解说神对人的意志非常轻视。 所以有些人就以为改革宗神学因为人的堕落就轻视人的意志。 所以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运用我们的意志,我们需要那个答案。 所以有些人甚至说神没有理由定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对我们堕落的意志根本无能为力。 我要以这个犹大的例子来结束。 所以如果你记得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个晚上,祂跟犹大所说的最后几句话。 所以在约翰福音13章我们读到撒旦进入犹大的心。 所以耶稣最后跟犹大说。 所以耶稣最后跟犹大说, 你要做得快去做吧。 你要做得快去做吧。 所以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告诉我们人堕落的意志的几个关键的真理。 首先,尽管人堕落了,神还是尊重人类自由选择的意志。 所以当撒旦进入犹大的心的时候,犹大已经决定要立志按着自己邪恶的欲望而行。 然后耶稣也完全清楚这点。 所以主耶稣没有跟犹大说,既然你被撒旦控制了,你就照撒旦的话去行。 耶稣也没有跟犹大说,你既然没有办法阻止自己作恶,那你就去做吧。 但主耶稣说,你要做得快去做吧。 所以耶稣的话其实是在说,你去做你在你的意念里早已经坚决决定要做的,和你的心想做的事。 所以神他是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然后因为人运用了他的意志,人就要负起全部的道德责任。 所以人不能怪撒旦,也不能怪神的主权。 第二,神绝对没有参与人堕落的意志所带来的恶行。 耶稣没有跟犹大说,你去做神在主权里面安排你做的事。 在圣经里面,你看到人犯罪的时候,神没有说这样的话。 的确,神是命定这件事情发生,但是并不是因为神的主权还是预定,造成邪恶从犹大的心流露出来。 所以,犹大他做的是因为他的心思,他的欲望,他的意志,想这么做。 的确,犹大在神的主权之下,但是神没有参与犹大的背道。 所以在犹大的背叛当中,神没有直接也没有积极地参与。 犹大是因着自己而跌倒,所以他需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起一切的责任。 所以我们对完全堕落的教义一定要有很平衡、很连贯的那个观点。 以致魔鬼彩蛋没有空间叫我们扭曲神的真理。 免得我们疑惑神的属性、神的本性。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神,我们为这个完全堕落的这个奇妙的启示来感谢你。 若不是神你的启示,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到这样的一个教义。 我们一来都想用人的思想来掌握,来明白神你的奥秘。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偏离了健全的教义。 所以当神祢向我们启示的时候,求神祢教我们可以明白,也可以接受神祢向我们所显明的。 我们要明白这样一种反直觉的教义,的确不容易。 但是这是你向我们堕落的人所启示的,所要说的话。 求神,祢差派圣灵来光照我们。 叫我们不但明白这样深奥的教义,我们也可以很正确地应用。 叫我们不会错误地把这个教义分享出去。 叫我们能够清楚地解释这样的教义,然后也应用在我们还有其他人身上。 求神祝福我们等下的小组。 我们在时间仰望神,我们这样祷告,事奉耶稣的名。 阿们。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